我家是賭場嘛 是 那個 我家附近就是 東雲閣 白玉樓 老實在哪裡 老實在哪裡 大廠 台語民生的旁邊 土地公廟旁邊 現在都是違章建築 我家開賭場 那都是大咖的什麼 庫瑪 什麼Galakine 什麼芒果 除了有保鏢之外 通常都還會戴那個 紅牌的酒家女 我就曾經被 東雲閣的那個媽媽桑 看中 沒有 他跟我爸爸講說 這個 你小女孩 你們是不錯 那身材不行 這樣 這樣 去討厭好了 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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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討厭好了 這很大的侮辱 沒有 他就 在媽媽桑的 那時候你多大 那時候我高中 高二了 已經高二了 陳老師是後來發育的 真的是 真的是 那就是說 他們的眼光裡面 媽媽桑的眼光裡面 就是說 我不可能成為紅牌的 那人家那個媽媽桑 一看就知道 你知道 他就把我分配到最下級的 就是去讀書 讀書是最下級的 你說 你知道 你知道去討厭就好了 去討厭 我正好在背 蘇中波的赤壁庫 我就是這樣子 那龜水街 整個龜水街 巷子裡面 都是妓女戶 那個叫 江山樓 江山樓 是台北最早最早的 紅綠燈戶 那我同學也有家 我同學的阿嬤 也有開 他們很奇怪 我就很奇怪那種 妓女戶 為什麼上面有寫 有一種是有說 近禮婦一種是酒家 酒家 酒家是都 都是 你那幾酒家都是穿 小米露你知道嗎 都穿西裝打領帶 都是大冠婦 陳老師 這個是對底層 怕出人外 沒有加入的 我同學有一天就說 老師昨天有來我家 我聽到好害怕 因為我家是賭場 我最怕老師家庭訪問 結果他說 如果我阿嬤 有交代老師 這碗 那個化身名 拖刀 拖刀 他家不是有 甲乙丙丁嗎 以前那個妓女戶就是 我也不懂 為什麼會分甲乙丙丁幾 甲乙丙丁幾 我是指 結果問他就知道了 那個 他們就有分甲乙丙丁幾 那我同學家 阿嬤開的是甲級 他才說 老師昨天到我家 那就是老師有去寄女戶 其實人是本性 你的小學老師 對... 有錢人去酒家 有錢人都穿 小米露去酒家 對... 那那個寄女戶是什麼呢 寄女戶就是 都是... 你看沒錢就去寄女戶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什麼 我對面有個阿嬤 常常拿美金 那時候美金是1比40 來跟店說你看 這我孫女戶賺的 人家去美金俱樂部上班 美金俱樂部上班 你中山辦囉 那那個姊姊還曾經請我吃過巧克力 好好吃喔 我才知道那個黑黑的東西好好吃喔 可能是美國大兵請她的 對... 結果有一天喔 他... 他好像瘋了 他就在... 在我們那個街上喔 喊著裡面脫衣服喊著叫啊 後來人家就說 他得了美國的美毒 得了美毒啦 美毒就是腦筋會錯亂 是喔 我是那個年代長大 我看了那些酒家 你看... 我還是好好分配我 還是乖乖讀書吧 我個人覺得是得了精神病之類的 真的 因為其實這個行業做久了 真的情緒會有一點 跟精神上面會有很大的 你怎麼說嘛 都要討好客人 對 然後所以 然後自己再回去發洩情緒 但這也是因為 早期大家都覺得 我覺得陳老師講 我覺得老師講得很好是 因為其實這個行業 青樓紅樓五千年來都有 對 然後 有這個需求 才會有這個供給 當然... 全世界都有啦 全世界都有 對 那所以 所以我覺得 另外一面要探討的是 那有沒有人看到 在這一個環境工作下的 小姐的壓力 跟他們... 背後的故事 對 跟他們所受的歧視 然後跟羞辱 或者是他們這一個行業的 專業能力在哪裡 什麼是專業 剛剛施燕娜說 他們其實就是販賣曖昧 對 你對這個事情也很贊成 我是看到那些 那個很大腳 很大的路面 恰臨 恰方來說 搭拔 那些都是小兵之外 也會帶紅排的酒家女 我覺得酒家女紅白不用漂亮 但是很厲害 很厲害 手大好 你如果說他打白打贏 他就這樣 都打開 就這樣坐下 怎麼坐下最高的 他說你很厲害 你手很厲害 很會打白 你很厲害 很會說話 說話很厲害 是喔 不用漂亮 你把他當作大位在這裡 你看這個一定常常人都坐下最高的 都坐下最高 那都就是先生說的 不用漂亮 但是要有手段 要有手段 是 那先生 曖昧這個事情需要訓練嗎 要怎麼樣讓客人覺得你們兩個 好像即將要戀愛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販賣曖昧的最基礎的一個 核心的部分是你要知道如何讓 男生在 就是在這個時候 或者是在這個場地 然後你怎麼去建立他的自尊心 然後或者是滿足他現在所需要的東西 那這個曖昧就會成了 因為有時候不是只有 愛情上面的曖昧 也許還有其他層面情感上面的 不同的需求 那你只要滿足客人這什麼就好了 那有時候客人情緒來 你也得安撫他 那有時候他這個很了不起 你也要吹捧他 對不對 或者是你看到他心情不好 你就要陪伴的概念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 酒店小姐的專業知識 那你說曖昧的部分怎麼賣呢 我們今天請到一個醫生來 這是多金的 多金的 對 那你可不可以跟他曖昧一下 讓他心動 我個人覺得曖昧的部分就是眼神 對 然後眼神要怎樣 眼神的話大概就是 你盯在眉中這裡 不要盯著眼睛看 對 然後但是讓客人覺得 你有在聽他說話 對 然後身體轉向 比如說像我們坐在客人旁邊 我們沙巴椅 然後坐在客人旁邊的時候 我們大概是椅子會坐三分之一 對 然後客人是往後 比較放鬆的做法 那小姐會坐三分之一膝蓋併攏 然後往客人的方向靠 然後盡量碰到客人 對不起 對 那你屁股跟 客人當中你就會有一點空間 那如果他對你做任何的 不禮貌的動作的時候 你有空間可以擋 有機會可以擋 對 那媽媽祥以前都有教說 坐在客人旁邊的話 手要放在客人大腿上 就要讓客人覺得說 我有在注意你 那因為我的肢體動作 我膝蓋往客人的方向靠 所以有點像是我在聽他說話 然後不管他講什麼 或唱歌的時候 我們都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去看 然後就會即便你在放空 也是身體的狀況 也是朝客人的方向這樣 因為我們是開放式空間 對 像餐廳一樣 就這一座客人 看得到這一座客人 所以其實你在檯面上 不能夠做 有太超過的輕膩動作 因為公司是花錢在栽培小姐 他會希望你是客人 就是公司的資產 這很多客人在追你了 如果你今天在這邊 跟客人玩得太開心 然後甚至喇雞的話 其他客人就說 那個小姐可以喇雞 我也要喇雞 我就整個晚上都要喇雞就好了 然後或者是比如說 我跟客人做得很曖昧的動作 在檯面上做太曖昧 其他客人就會說 那他被這個社長定了 那我們就不要追他了 他媽媽上就會罵小姐 你最好你這個客人一個月 可以貢獻一百萬以上的營業額 不然你真的是 一天到晚跟人家念作會 要創什麼 那客人來 其實酒店小姐就想 多賺一點錢嘛 對 那如何讓他多掏錢 這個要花錢上課喔 沒有啦 我們基本上 不太會跟客人要錢 那開酒不就是 但那是 那不是要錢 你說實底下的嗎 餵你餵你 我就指定協 我就要開我 你知道這是工作職業上面 比如說我們都知道 日本第一男公關是誰 對不對 對 但是你不會知道 台灣第一女公關是誰 是因為在日本的職人文化當中 如果你愛我 就來店裡開香檳塔給我 在日本的陪飾業就酒店裡頭 一座香檳塔是五百萬日幣起跳 你愛我 你就是來公司捧我 因為我要變第一男公關 因為他們有個制度是會被 別家店買走的 是 那可是在台灣不一樣 如果你愛我 買房子給我 買車給我 不要讓公司知道 所以你不會知道 誰是第一女公關 那你要如何讓他愛上你 你要如何讓他愛上你 哥 你這個問題太籠統了 我知道你早就很愛我了對不對 對 對啊 你真的是 這問題也太籠統了 對 那我跟你說 就是來店裡喝酒 日本客人都是重細節 然後台灣客人都是重感覺 比較多 那所以在日式酒店上班的時候 細節就變得很重要 然後那個細節的話 大部分就是 比如說每一個動作 都要放慢速度 那我現在要演繹的是 有一些細節對台灣人而言 是不太會懂的 對 那在日本的 在日式酒店裡頭比較多人 對不起 我要先講一下 開車不喝酒 喝酒不開車 未成年請勿飲酒 謝謝 好 那就是譬如說 在店裡的時候 我們盡量是每一個動作 都是兩隻手 那日本客人在看的時候就會 唉唷 這個小姐 可以說禮儀 還知道日本人的整支 不錯喔 要兩隻手 要盡量 盡量啦 盡量啦 那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動作慢慢來 對 很多時候 客人重的是細節 視覺舒服 對 然後譬如說這是日本客人 比較常會喝的 威士忌的飲用方式 叫米子蛙哩 對 那米子蛙哩怎麼調 就是冰塊放滿之後 酒放到杯子的兩分 然後水再倒滿 之後呢 調棒放進去 二到三圈 筆子拉上來 然後再放到客人的面前 對 你的人放在這裡 不好意思 我想說 他要倒喝 因為我知道你不會喝 對不對 很壞 沒關係 我知道 不是 然後你就放到客人面前 那日本人的規矩 有很多啦 我跟你說真的是 A4指四大章寫不完 比如說他們有一起干杯的儀式 所以你酒做好之後 要一起上 然後跟客人干杯 也有一定的姿勢 煙灰缸怎麼換 然後笑不能漏牙癮 什麼之類的 就很多規矩 然後譬如說你在給客人 那個調酒的時候 你也不可以 還要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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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白 這樣太粗魯了 對 就是 其實在店裡頭的話 大部分 我覺得很多細節的部分 是台灣客人 不會注意到的 因為他會 譬如說 我們靠近桌面要蹲下 我就有遇過台灣客人跟我說 我拉不死 你給我跪 那在日式的話 是因為我們如果 站著跟客人講話 這樣寫視是沒有禮貌的 所以我靠近桌面 要蹲下 台灣客人說 你不要怎麼跪 我拉不死 因為如果太高的話 我變成我客人要仰望 對 所以就會有這種 很多的小細節 你冰塊不能旋轉 然後煙灰缸換 然後幫客人點煙的姿勢 笑不能漏牙癮 椅子不能坐超過三分之一 被藥挺直 以前的媽媽媽幫我們 就免免大家都會唱歌 為什麼我們大家都有幻聽 都聽得到 那你就會看到一整排小姐搭背 都突然停止 媽媽上來了 媽媽上來了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